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請你Wafi 跟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顧票問題 Wafi 你好 我們先聽聽電話 我們見到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是 是想問什麼的 李小姐 我想問 我有一些人民幣的定期 其實就是到期 是否應該要儘快消息呢 好啊 都想問人民幣這段時間 不斷貶值 應該怎樣去部署 Wafi 都見到近期的而且確 很多人都將自己的人民幣定期 轉回港元的資產 你見不見到現在的勢頭 都應該將那些錢 對回港元的好一點嗎 我覺得如果與其都快到期的話 其實就再等到期 再做下一步的部署 至少等錢發回來 才考慮會否回港元 或者做其他事情 變相現在來的 我不是那麼建議提早熟回 或者提早去轉回其他的 譬如港元 因為一方面你都說到就是到期 其實都不 我相信過日子上說 不是說差得太遠 而來的 假設可能就是到期也好 但如果現在人民幣才開始跌 我覺得就 你說好像上星期跌得這麼急 那你考慮這樣做 我覺得都還OK 但都落到這位 甚至近幾天開始 特別今天 都見到內地有些出手的意味 其實是很干預人民幣 那你特別見到今天 那個離岸價其實都抽得比較厲害 升得很多 那你見到兩者的差價 都有收紮之餘 曾經都調轉過 那變相 我覺得其實人民幣短期 可能再下跌的機會 其實未必太高 所以有機會是短期可能彈了一點 所以都與其快到期的時候 你不如就先扔下去 再做部署 那當然我覺得 以中場線來說 特別是後市上去看 人民幣的看法 其實都真的偏向審慎為主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陣 有這些出手 有這些光雨 才可能令到人民幣匯價 叫做比較是 升得比較 升得比較少少 特別是出手的 比如好像昨天見到 就在那個人民幣隔夜拆息方面去做 那公佈出來的 去到66多 那見到一些最高 可能是100多 那麽多 那變相拆息扯得這麼高 自然很多的空倉盤 需要去回補 變相人民幣這下 叫做升上來 其實都很正常 那但是始終不斷都說 就是有這些光雨 沒錯 對短期那個 可能人民幣匯價會好些 那但是始終以實際 一個所謂自由法市場 或者中場線來說 不斷去出手光雨 或者不斷入市去 去搞一些所謂資產價格的話 其實整件事看來 不是一件太厚的事 那所以最終 我相信其實外資看法 都偏淡的時候 其實對人民幣匯價 是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中場線 依然會繼續貶下去 但是短期來說 我覺得有機會 不要說做好 但可能在這些水平上 叫做穩穩一點 即未必會再吸速去跌下去 所以我覺得 定期都快到期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心急 現在去做 或者是熟回這件事 甚至乎 反過來說 如果現在熟回 其實都有些手續費的東西 都要去計 我覺得這些都是成本 所以賭貝就等到期 那些錢回來 才考慮去換回港幣 或者換回其他貨幣 做回其他部署 李小姐 暫時不建議你提早 去熟匯那些人民幣定存 即我幾天到期 是 前幾天已經到期了 是嗎 前幾天 過幾天 過幾天了 明白 過幾天 Wafi都說了 其實已經貶了一段時間 暫時都不會再見到 一個大幅貶值的趨勢 都見到上癮方面的分析 都說其實內地實施過外匯管制 而且內地方面的外匯儲備 有3.3萬億美元 其實中國就不需要那麼多外匯儲備 他說內地可以透過加強外匯管制 來減少資本內流 這樣就可以控制人民幣急速貶值的情況 估計未來都不會再有大幅度的貶值 是否都認同他這個說法呢 當然你說以人民幣方面 我覺得其實貶值的勢頭 反而我覺得繼續會延續 但只不過就未必好像剛剛上星期 這麼急速地貶下去 我覺得其實 以回到內地角度來說 可能都想是所謂有秩序去貶 貶得來是慢慢貶 不要太急 所以你看到上星期這樣急跌完之後 其實這一刻都見到 剛才提到 可能我們出了一些招數去干預 譬如抽高的拆息等等 令到人民幣匯價都稍微稍微穩一點 但始終以整體 特別外匯儲備方面來說 剛剛最新的數字上去看 剛剛12月份 即去年12月份的表現 都較11月份其實是一個流走了 甚至以全年來計 其實是有大規模是流走的現象 其實都幾意味著 其實錢都是流走 流出中國境內 如果這樣走錢的時候 我相信整體人民幣的勢 都未必會是太理想 都幾意識著 人民幣仍然有貶值壓力 只不過我覺得 剛才提到不會急貶 我覺得如果 慢慢再這樣走下去 如果是有跌最貶 其實我們不會太做些什麼 但如果像上星期這樣急跌 或者有這麼大的波動性 你說我們走到一些所謂干預也好 或者再深一步去到管制也好 其實機會性當然不是太好 因為始終說真的 內地其實 這個市場 現在一看 就真的還是很未成熟 其實它可能不同的股市 匯市 一有問題 就立即 又出招 又可以抽走招數 但變相政策狀況性很大 所以我自己預期暫時計 中長線對人民幣的看法 不算太理想 但短期始終經過了這麼急的跌勢之後 我相信有機會做好一點 所以預期這幾天 接下來才到期 所以等到期之後 才去部署回到未遲 Rafia 也聽你的語氣 接下來人民幣 都應該會持續貶值 而港元就是支付美元 美元資產來說 未來美國會加息 始終對於人民幣來說 大家都看得不太好 經濟前景 這樣的趨勢下去 是不是都建議李小姐 過段時間都應該把它縮回 轉為港元資產好一點 當然你說 如果這番最終到期 那些錢回來之後 當然我幾不同的一點 其實可以考慮 就是換回港幣先 但當然換回港幣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或者有什麼下一步部署呢 當然我覺得換回港幣 純粹是一個保險的角度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就是一方面人民幣這麼波動 其實你說現在拿下去 就是現在拿著人民幣 其實不是好像早一兩年 或早幾年那些 就是薄距升值 或者單邊的趨勢 就是怎樣走真是不知道 比較混亂一點 所以變相換回港幣 其實不失爲一個安全一點的做法 雖然以港幣來計 可能大家覺得 你放在銀行存款 又沒有什麼息口罩 但是現在這樣說 沒有息口罩 至少不用練習你虧錢先 就是以現在 無論是股市 或者你放其他定期 也好 其實分分鐘是會輸錢的 所以我覺得 反而現在這樣換回港幣 其實是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做法 但當然了 另一邊說 以美金來計 剛才提到 可能有個加息的看法 但現在來說 怎樣看呢 我覺得這樣說 加息去年年底下走了 但如果以現階段 市場這麼混亂之下 我自己預計上 可能加息的步伐 比之前預計更加之慢 都不企 所以變相 整體來說 究竟對美金 會不會有個很強的幫助 真是難說少少 所以我覺得其實 即使美金強好 怎樣也好 只要你說美金都扭住了港幣 那你變回港幣 其實那個影響性 其實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幾年和花點 如果你想的 都考慮換回港幣 然後再部署 究竟是 放低一些 可能回到股市裏面 還是等那個 個別匯價 站穩一點 再做其他投資 暫時市況都很亂 那麼 短期內 你的策略 是否都是cash is king 好些 其實都是 是的 如果你對於本身稅務上 不是說太多貨 那些 其實這段時間都不斷建議 他們不要說 那麼急去入市住 即是無論你說 股市 或者是會市 那些都是 因為其實今年回來 現在才是叫做 可能第七個交易日 或者第八個交易日 差不多 但是都已經可以 那麼混亂的時候 其實就 今年的示範看法 都偏僅真是審慎為主 那 所以與其本身稅務上 不多貨的話 那我覺得當然 你說市下到這位 或者再下的 那的確可能很多貨都很便宜 但是就先打椅子 我覺得如果本身都不多貨的話 或者是拿著錢在手的話 不用急 那我覺得其實 接下來 如果真的想罵 是有時間給大家罵的 所以我覺得與其以刻 如果股市都未叫跌定 或者是在一個行人間趨勢的時候 倒不如就稍微是 留錢在手 就比較安全一些 明白 和大家看看 中國股市最新的走勢 內地那邊已經收了市了 收市的時間都可以靠穩的 升6點 做3022點的上陣指數 深陣城市升81點 港股方面跌123點 原本是曾經上過2萬點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剛才說過的股份請問Wafi有沒有持有呢 也沒有 多謝石拉你的分析 一會兒 進行回來會有全日總結的環節 待會再見 請問Wafi